哈喽大家好,我们是大坤和小猪 我们这不是马上要自改房车了吗 开始了,已经做好一个车库了 然后大坤现在在收拾工具 要把那个能用上的工具全拿到那个车库里 准备上,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订车了 现在准备了点工具,东西太多了 先把那边就是做成工作室 把这些工具先拿回去 这块有麒麟枪,热风机,夹子,电线 还有小工具,抱着 还有挺多电动工具,我还没找出来呢 慢慢找 装的太多,太乱了 咱们看看我家门口这个棍儿啊 里头摆的是满满当当的 看看 这个是那个李建石手边钻的电池和充电器 这个带 要带的东西太多了,慢慢手势别着急 一天拿不过去 今天先少拿过去点 有各种小盒 小盒里面可能就是 钻头啥吗 鲁丝刀子 还有洗刀 各种洗刀 洗刀是什么 洗刀就是开槽用的 这用上 装起来 看我家门口这个棍儿 打了挺大一面棍儿呢 全部装的满满等等的 没有一个是空的是不是 各种小墙子 偏口墙子 发现墙子 一会儿到那边再给它整理吧 对,今天就是在家就差不多给它装车那行 到那再熟试 现在我已经找了一个多小时了 好多人还没找去 继续找吧 继续找,慢慢找 你知道这网线钱呢 当时用的时候怎么找都没找着 然后现在发现了 现在不用想 发现它 自己就出来了 给它挂起来 这都是没用的 还有以前干活的时候 什么类型的工具都有 反正都放着里面 太多了,你看这些面棍儿 这都有十多块棍儿里面装的都是 一大片呢 所以说还有各种线 要找的话真不好找 就除非想用啥的时候才能找出来 比如说你想用的多粗的电线 然后再过来仔细找 就能找 你现在都没开始干活 光准备的话就只能看上啥拿啥 对,你看上啥你觉得能用啥你就拿 马上升级那些到时候一干活的时候 你觉得你想用了 然后再回来再找也行 这两个是那个重型工具 就是干铁活用的 都是重型 看底下 都是大铁家伙 各种 各种那个切割枪 这是三里人的 三里人的切割枪 这是各种表 还有大鞘棍 还有铁 往前的 氧气以穴表 还有氧气表 反正基本上也都是分类装的 是不是啊 对,但是这个就没分类 你看 它跑那儿去了 那是一个啥呀 这是一个那个小直角 就做木工的时候 把它夹在一个两个板子中 粘着两个板子 就变成垂直的 然后再用螺丝固定 这个我带着 但是这个应该还有一个 这里面装的 这里面装的太乱了 主要是没跟我熟识 哪天给大家专门介绍一下 我这些工具 还有这个 这叫小鸟抱 一个小抱子 叫鸟抱 这也带着 带着吧 这个再找一个 今天到那儿 我估计能把那个台子打出来吧 把台子打出来 然后把工具分类整理出来 到时候用的时候能知道用啥 行 你看这个包 这个包 这是无极 这是雅光汉用的 这都是 看东西的时候 然后敲敲笔的时候做的 还有各种斑子 还有这么大的 这工具太全了 这么大的轴 看看这 这是以前那个推打管的时候 用的 那个做炮车用的大轴 好多东西 这个都用不上了 这种东西都用不上 这小斑子 咱找出来一套 行 从 从四毫米的 一直到十多毫米的 带一套斑子 到时候这一玩意 得是车回这之后才能用 是吧 对 这些都是车回来之后才能用 现在就是 给它搭一个那个工作室 工作室建立起来 整一个台子 操作台呗 操作台 对 各行各业的工具啊 太全乎了 你这 专桥的 加热用的 然后再给你们看看这个 再看看这个 这是啥呀 这个有点实在是干嘛用的 这是啥呀 这个它能调节它这个 闭合的程度 这个 这个 有网友知道是啥吗 这留个旋见了 下期说 行 这个是啥 太搞笑了 也是一个挺小众的 哈哈哈哈 它有各种新式工具 看这个 这是啥呀 这是蜡烛吗 这是一个万能开除器 它上面有这个尺 有尺标 然后这两边是刀 中间固定 比如咱们在这开个孔嘛 中间固定住之后 然后用电钻 掐住这 然后再转 你看这两个孔 这个孔就出来了 这个你看着挺好吧 挺好吧 实际上这东西 相当不好使 特别危险 是吗 看到电钻上之后 你一转 蹦一下就崩飞了 一下就冲脸就过来 没有冲哪儿就去 那可尽量别使得危险 30块钱买的 就是个急类 啥用的 太危险 连石膏板都开不了 别说木头板 领钉一看 还行的是吃猪王晚餐 插蜡烛 那个架的 对 它有磕头尺 对啊 然后它能调节 其实什么也不是 先找个电汉帽子 这个电汉帽子吧 有这一圈铁边 看看这 大家买帽子 是不是千万不要买 这种带铁边的 为啥呀 它那个放在铁上 就打火 它因为有那个电汉 那个零线连着嘛 然后一打火 砰一下就打火 这块就沾坏了 就买正常边就可以 因为它这玩意很便宜 几块钱一个 那咱们带着这个能行吗 没事 就注意一下就行了 就是使用的时候 不方便 然后 我再找一找 我看看那几个棍 上那一会拿提子找一找 今天这期到先到这 然后下期咱们 再继续更新 到那个咱们车后面看一看 对 做一个案子 做一个那个工作室的台子 对 这期咱们就先到这吧 咱们下期见吧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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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